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許甫 第二場的電視證件發表會 就在今天現在下午2點鐘 馬上登場了 那麼我們也看到 剛剛已經有最新的發言順序 大家一定很關心 這三位總統候選人的順序 那麼首先第一個要發言的是 宋楚瑜先生 再來就是韓國瑜 而蔡英文則是排在第三發言 到上一次的這個亮點 其實大家應該還記得 韓國瑜他提出什麼政見 他說要恢復特徵組 好好的要查下去 把民進黨執政該查的 通通把它查出來 那麼蔡英文總統 他除了在這個電視證件會 猛打亡國感 談兩岸 講主權 然後是什麼亮點 他就是拿了厚厚的一碟稿子 大家記得嗎 本來這個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後來乾脆整碟稿子 拿起來看 我真的很好奇 今天會不會不拿稿子 應該要聽我們的建議 換一個比較像郭董用的 那種大大的平板 比較好用 那麼另外就是今天韓國瑜 他可能要主打什麼 主打經濟 據說還會講到反滲透法 還有熱門的時事題 所以很好奇會不會講到什麼 網軍 網軍的事件 因為今天早上 國民黨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爆料內容 稍後我們可能也會來討論得到 對 當然蔡英文總統 據說今天也要大談她的政績 到底三方如何來過招 等一下90分鐘 這個證件會 我們都會有 及時的棚內的評論 同時我們在今天大政治大爆掛 也會跟著節目延長到 下午的5點鐘 加長版 好 當然我們在今天 也先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棚內講解的來賓 包括有資深媒體人羅友志 郁琴許甫 大家午安 台北市議員王鴻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沒理會 不過首先 倒是要讓許甫來帶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一個滿有趣的鋪排 怎麼講呢 是不是真的 在這個電視政見 會這麼這麼重要的事情之前 要想辦法先來擾亂軍心 所以就要拿出這樣子的 黑韓封面來 還有所謂的黑韓的內文來 都跟王小姐有關 今天上個禮拜 我們在這邊討論的時候 其實當天就是這個 買房600萬跟韓有關係 新莊王小姐證實了這件事情 我們還在講說 奇怪 而且韓辦的發言 王全秋也在 其實晚上要證件發表會了 白天早上就出現了週刊 看到這樣子一個狀況 好 來 打個岔 現在這個是蔡英文總統 先發言 我們先趕快來聽一下 全體的國人同胞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在今天的第一輪的證件會 我想要來談一下台灣的經濟 那麼在上個禮拜的證件會裡面 韓市長曾經提到世界忘記了台灣 那我有提醒他說 事實上是他自己忘了世界 世界不可能忘記台灣 也不會忘記台灣 因為台灣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我們是全球第21大的經濟體 也是第18大的貿易王國 那麼貿易的國家 那麼國際的半導體供應鏈 也是以我們為核心的基地 那麼國際經濟論壇曾經肯定我們是四大創新王國 而我們總體的經濟的穩定度也是世界第一名 台灣正在大海裡面乘風破浪 勇往直前 那麼韓市長卻坐在浴缸裡面 把它當作是一個大海 那麼韓市長曾經批評台灣的經濟不好 他對於很多統計數字的解讀確實令人不解 甚至於覺得不知其所以 比如您提到說30歲以下的人 可以支配的所得比20年前差 可是可支配所得最低的時候 就是在過去國民黨執政的8年的時間 這幾年因為經濟好轉 那再加上我們加薪減稅各項的補助的措施 30歲以下的可支配所得已經是逐漸的上升了 從另外一個標準來看 師資總薪資在我們執政的期間成長的幅度 遠遠的超過前一個政府執政的8年 即使加上通貨膨脹的因素 仍然超過20年前的水準 韓市長也提到今年的前三季 上市公司收益衰退 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解讀 今年的前三季上市公司的稅前淨率是1.4兆元 是歷史上的第三高 歷史上的第一高在前年 歷史上的第二高在去年 歷史上的前三高都是在我的總統的任內 韓市長也說到今年10月連續12個月出口副成長 景氣黃藍燈 但是在美中的貿易戰的影響之下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受到影響 我們頂住壓力 在四小籠子中表現最好 何況11月的出口已經是正成長3.3% 我們的出口表現相對的抗跌 再加上台商外商看好台灣 持續加碼投資台灣 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已經達到2.99% 比韓國 新加坡 歐盟 美國 日本都要好 這充分的展現出來我們台灣經濟的韌性 韓市長對經濟比較沒有涉獵 因此很倚重您的國政顧問團 不過您的顧問團就是當年的633團隊 2016年他們把政府交給我的時候 是經濟連三季的副成長 全年保一都有問題 那麼我接手到現在 連續14世紀的正成長 未來還會繼續的成長 我們從四小籠的最後一名 已經現在是第一名了 那麼韓市長還是沿有舊的團隊 舊的模式 我實在不知道說 台灣人民要如何來發大財 我們再來談談區域的經濟整合 韓市長有提到 RCEP跟CPTPP的事情 我要特別說 中國不斷的阻撓 我們參加國際社會 這一點我想韓市長也都很清楚 就算接受了所謂的九二公使 中國也不會助手 所以就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太天真以對 至於我們勤求參與CPTPP的努力 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 相信以台灣經濟自由化的程度 我們是有機會參加CPTPP的第二輪的談判 韓市長不斷的說 沒有參與這些區域經濟整合 所以就沒有辦法享受關稅的優惠 因此沒有未來 我要告訴韓市長 你這件是錯的 台灣出口主力的是資通訊產品 這是因為我們是WTO的會員 而且我們也簽署了ITA協定 也就是資訊科技協定 所以相關的資通訊產品都免關稅 因此我們對RCEP國家出口 有七成以上是免關稅 對CPTPP國家有八成以上也是免關稅 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應該要有這樣的基本的認知 再加上我們仍然和幾個國家有FTA 所以我們出口的總值的六成是免關稅 因為一時因為政治的因素 我們一時沒有辦法加入區域的經濟整合 簽署FTA當然是一種遺憾 但是這不是世界的末日 權力突圍才是關鍵 在美中貿易的衝突當中 台灣的表現 比簽了許多FTA的其他的國家 其實我們表現還更好 可以看出台灣經濟的韌性 你居然把台灣跟北韓相比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類比 各位 台灣經濟的韌性不是因為運氣好 而是因為這幾年政府在變動的局勢當中 抓住了對的方向 為了讓我們台灣的經濟走向世界 未來我們還要做很多的努力 首先 我們要持續強化台灣跟其他國家的 經貿關係的連結 我們和新南向國家的最大的兩顆經濟系 印度跟越南在決定我們都簽署了新版的投資保障協定 未來我們會和更多的國家簽署類似的協定 最近美國的眾議員也有高達161位眾議員 致函美國的貿易代表 呼籲啟動台美雙邊貿易協定的談判 我們將持續努力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可以啟動台美雙邊的貿易談判 你領導了2017年 台灣人民有一個字 代表新生 茫然的忙 這個字應該轉化為快樂的樂 你領導了第三年 2018年 台灣人民又翻轉的翻 照你的數字 我們應該轉化為笑咪咪的笑 2019年 台灣人民用一個字 表達當前的現況 亂 亂七八糟的亂 照你的亮麗的數字 應該把它轉化為快樂的樂 為什麼四年你的執政 台灣人民用四個字 苦 忙 翻 亂 照你剛才的數字 是甜 爽 笑 樂 親愛的台灣同胞 在蔡英文總統所報告的數字下 充滿了太多不真實 不客氣的說 我認為很多蔡英文總統 可能本身都是狀況外 上個禮拜 證監會我提出特徵組 全國一片 家貧如草 我到了任何地方 大家都說 趕快成立特徵組 到現在為止 你都還沒有表態 要不要立刻推動成立特徵組 人民民心思變 人民旺志心切 台灣人民痛恨貪官污吏 很簡單兩個例子 我都不太願意講政治人物 對政治人物 我都不太願意講這些話 你行政院長 蘇貞昌當縣長 家裡180萬失蹤 被偷了 來個不報案 他現在是行政院長 假設有特徵組要不要查 為什麼不報案 你的陳明文 現任立法委員在高鐵 掉了300萬 不報案 大家太多懷疑了 你的風力發電 一度電 2塊2 為什麼你的風力發電 要5塊8 為什麼台灣人民 每一個家庭要支出 60萬以上 要付這個電費 這裡面有沒有勾結 誰能夠忍受 特徵組要不要設立 請你明確表態 今天台灣的危機在哪裡 各位親愛的台灣同胞 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真的 大家把眼睛打開一點 看清楚一點 就會發現台灣此時此刻 真正的危機 在於5個字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三個字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單純的 健康的 而且 自己過自己日子 過得非常小確幸的生活 沒有問題 喝喝紅酒 吃吃法國菜 愛愛寵物 跟朋友聊聊天 都沒有問題 蔡英文女士 沒有問題 加了總統這兩個字 就出了大問題 今天蔡英文總統是 單純的蔡英文 加上 被架空的總統 因為被架空 所以是無能的總統 這是台灣真正的危機 總統府被誰架空 被總統府秘書長 陳菊架空 你能進入情況嗎 行政院被誰架空 現任行政院長 蘇貞昌把你架空 蘇貞昌用任何那個人士 有召回你嗎 發布國營事業董事長 有召回你嗎 有尊重你嗎 發布這麼多銀行董事長 有尊重你嗎 今天我們國家的危機 在於我們的總統 是被架空的 是無能的 我知道蔡英文總統 一定不服氣 馬上就會提出反駁 我不客氣的說 如果你不是一個 無能被架空的總統 你自己用的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為什麼會出來跟你選總統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了 看到了台灣 台灣在快速的沉淪 他受不了 他有理想 他決定出來 跟你放手一搏 結果 他民調領先20% 被你的網軍活活打死 你用的行政院長 出來跟你選總統 你的面子往哪裡放 因為很清楚 台灣在落後 台灣在混亂 我們的總統 被包圍了 我們的總統被貪官 污吏跟派系包圍了 我們的總統沒有能力 看穿這個現況 沒有辦法改變他 因為我們總統 他活在自己的圈子裡 為什麼民進黨派系 這次瘋狂的出來 幫你選總統 因為在你領導之下 大家可以吃香喝辣 你的團隊可以大灘特灘 你不管他們 你被架空了 這是真正的危機 你剛才講了這麼多的數字 我不一一反駁 為什麼 人民的心是苦的 你的團隊 根本就沒有把心思 放在台灣人民的身上 你的領導團隊 每天都雇自己口袋的錢 夠不夠 權力夠不夠 這需要韓國瑜講嗎 你民進黨創黨的大佬 都看不下去了 陳水扁怎麼講你 怎麼講你們民進黨執政 陳水扁說 你是開我旁邊的錢 你自己的前民進黨副總統 呂秀蓮怎麼講你今天民進黨 已經墮落了 民主進步黨這五個字 誰取的名字 我韓國瑜是我爸爸媽媽取的名字 民主進步黨誰取的名字 前立法院林正傑 他也看不下去了 民進黨在墮落 為什麼墮落 因為你總統被架空了 你已經沒有辦法真正的以身作折 而且分出善良跟邪惡的人 你已經沒有辦法創建一個 有效率清廉的團隊 這是台灣的危機 為人軍 為人主 一旦被蒙蔽了眼睛 堵住了耳朵 你講再多美麗的文字沒有用 真實的台灣人民 現在過的就是這麼苦 還要舉例嗎 你用我的監察委 你提名的監察委陳思夢 敢對法官直接約談 你一個字不講 你民進黨用納稅人的錢 建構了網軍楊慧如 幾乎磨殺了一個外交官 不是鼻子 是磨殺了一個中華民國外交官 而且是處長級 你一個字不講 你用納稅人錢 建立網軍 用網軍 1450 帶風向 黑資料 居然第一次證監會 拿這些網軍資料 來質疑我韓國瑜 你今天建立網軍 是1991吃到飽 是不是 到處都要吃 是不是 所以今天 各位親愛的台灣同胞 我不否認蔡英文總統 是一個單純的人 可能也是一個善良的人 但是今天蔡英文總統 沒有辦法再領導這個國家 否則今天的台灣 應該是在您剛剛所說的 這些數字跟表現之下 全台灣今天是一片歡樂 台灣人民當前在你四年 我們剛剛看到其實 韓國瑜火力全開 真的是電報了蔡英文 有志來先評論一下 這個可以讓我舉10分鐘嗎 今天真的是 洪威傑剛剛也是從頭 鄧大眼看到我 他比上一場的火力還猛 非常強 而且他的論述已經是 全權盜肉 對 你懂辯論的人 你會發現他的 已經又再提升一個層級了 因為我不跟你 就全權盜肉而已 我是拐個彎 讓你自己的人討厭你 包括要把賴清德拉出來 我講你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蔡英文你本身狀況外 第二個就是被架空了 就是賴清德不滿你 所以他再去跟你選副總統 你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我真的覺得認數真的是 這次真的火力更猛 而且從頭到尾沒有看稿 就這樣子火力全開 對 而且我們看到 剛開始蔡總統是端出什麼 政績 數字 現在說服人民 可是韓國瑜就直接講說 人民的感受是什麼 他就用四個代表字了 就是什麼苦 忙 翻亂 變成了乾樂 笑爽 我覺得他今天火力非常非常強 第一個 趁勝追擊 大家知道上個禮拜 提出特徵組之後 他要重新恢復特徵組 其實這個部分 是受到非常好的回應 所以他直接在繼續追問 蔡英文的態度是什麼 哪一個政府說 你不需要讓你的政治更清明 你不要打貪官對不對 所以就是問你 蔡英文你的態度 然後他把這次 大家雖然最痛恨的派系 比如說像陳菊 或者像蘇貞昌 還有比如說現在 一再干預司法 干擾司法的陳時夢 以及網軍頭子陳慧如 還有網軍 他是說你網軍要吃到飽是不是 什麼都要黑 外交官也要黑 他的對手也要黑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 短短的幾分鐘的論述裡面 真的是拳拳到肉 來 輝文 我對韓市長的這個表現 非常的滿意 但是他希望 蔡總統對特徵組表態 韓國應該講說 你不做特徵組 我做 蔡總統任期可能只剩半年 明年520就交接了 你不要做 你不做 我來做 這樣比較實在 對蔡總統第一段 他講的數字 玉琴我覺得他很像是 第一場政決會的延長版 我沒有回答你的 我第二場也回答你 蔡總統你當時怎麼批評 馬英九是數字總統 而且你剛捏對數字我一直抄 好累 好累 我也是一直抄 沒有人要聽這個 因為就像韓國會講 那是民心跟民怨 你做得好不好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觀眾朋友 所有的選民心裡都有數 不是你講的算 也不是韓國會講的算 大家會做裁判 好 我們來聽一下 宋楚瑜現在正在發表電視政見 必須要從高來看 這三個重要國家的互動 合正連橫 對台灣沒有影響嗎 蔡總統只談到 個別這些國家的細節 沒有談到大形勢的變化 對台灣的衝擊 沒有穩定的兩岸關係 我們台灣能突圍嗎 我們沒有看到美國 日本跟大陸之間的 這些微妙的電話 我們能夠做相同的因應嗎 我在講這個之前 我又想到剛剛韓市長所談到的 那就是民進黨的這些 許許多多讓人民詬病的 許多的事情 我想我不必在這邊重複的 把他所說的民進黨內部的 這些派系 這些許許多多讓人民 詬病的問題再來說 但是看了這兩位的針鋒相對 讓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要跟我們的鄉親來說 總統跟行政院長不同 總統最大的職責就是為國家樹立典範 國家的領導應該為人民帶來更大的人心安定 讓人民對未來充滿希望 在這個地方我特別要跟這兩位候選人 談一談政治的本質 政治的本質其實就是人性的關懷 我有三位朋友 就像剛剛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兩位候選人 在那邊互相在那邊指責 我這位三位朋友 一位是已經過世的李敖先生 一位是台灣的曼德拉施明德先生 一位是曾經在黨外時期 對我們民主開放有重大貢獻的張俊宏先生 我們本來都是站在政治的對立面 但是奇妙的是 我們卻成為彼此相惜的朋友 是的 但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如果迷失了初心 為了奪取權利 不惜以操弄族群對立 對人民進行情緒的勒索為代價 即使得到了 又只是最徹底的失去 政黨的輪替 本來就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常態 做不好本來就應該下台 政治的領導人贏得選舉 上台掌握權力 但是在掌握權力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懂得權力使用的既我皆知 那就是決定了他下台式的身影 我完全不能懂 為什麼 藍的做得不好就只能換綠的 綠的做垮了再換藍的 別的不說 韓市長說的那些事情 蔡總統心裡都有數 但是我特別要說 民進黨準備強行通過的反滲透法 蔡總統 謝謝 主持人 剛才仔細聆聽韓國瑜市長的說法 其實跟上一次政見會他講的都差不多一樣 我以為今天他會實實在在的說他的政策 結果沒有 還是在講上一次講的很多捕風捉影的事情 我稍微是要謝謝他肯定我是單純善良 除了單純善良之外我想還要再說 我其實是蠻能幹的 而且很會做事 把2016年的經濟的頹勢能夠翻轉到今天我們變成四小龍第一名 我剛才講的不就是告訴你說這整個翻轉的過程嗎 那你說2016年的苦 那確實是因為國民黨執政末期的失能 2017年的忙是因為國際情勢的轉變 我們也在進行很多的改革 2018年的翻 是因為我們開始翻轉了這個整個情勢 那2019年的亂 就是一個背棄了承諾的市長跑出來選總統 而且他的言論引起社會很多的爭論 那麼今天除了是聖誕節也是行鮮節日 也是韓市長就職的一週年 在上禮拜有數十萬人上街頭要罷免市長 這是創下台灣有史以來的紀錄 韓市長說過不要在乎冷冰冰的民調 要在乎熱呼呼的民心 這數十萬人上街頭難道不就是熱呼呼的民心嗎 接下來我想要回應我們宋主席剛才談的反滲透法這件事情 近來台灣的社會普遍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台灣 存在了一種恐懼感 希望政府拿出具體的作為 但是政府要有所作為 必須要有法律根據 反滲透法已經在立法院討論過一段時期 而這樣的立法很多的民主國家也都在做 去年的六月澳洲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案 英國政府也在上禮拜宣布要修改他們的間諜法 許多的民主國家都在立法防堵中國 越來越多的滲透和對內政的干預 台灣比這些國家更直接面對中國的各種威脅跟滲透 但是國內卻有一些人把阻止我們建構民主防護法的這種機制 把它視為是一種挑釁 把它視為是一種戒嚴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非常負面而不可取的看法 我想如果我們把他們把我們要做的反滲透法說成是挑釁 說成是一種戒嚴的話 北京會很欣慰 但是國際社會一定會覺得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政黨在國內競爭是很正常 但是在對外的時候大家應該要有一致的國家的認同 如果要反對反滲透法也可以 就請指出來我們這個草案當中哪一個滲透的行為 你認為是不需要禁止的不需要處罰的 請具體的說明真的不要只有空洞的形容詞 與其爭論要不要有這個反滲透法 倒不如我們就具體的內容 在立法院審議的過程中大家來好好的討論 不需要有口水不需要有扣帽子 我相信在立法院 只要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立法院是有足夠的時間跟空間 來給大家做充分的討論 接下來我要利用第二輪的發言來談一下我的能源政策 韓市長曾經批評我的能源政策是用廢發電 他還跟馬前總統一起開記者會 不僅表示要重啟核事 還說政府蓋風電廠要花兩兆 電價要上漲五成 我要鄭重的告訴大家 這些都是謠言 政府發展風電 風力發電 不是花兩兆蓋電廠 而是帶動了民間上億元的投資 到了2025年帶動1.2兆的國內產值 兩萬個就業機會 如果政府不買風電 難道要買更貴的核電 買更多的火力發電嗎 而綠能的成本會越來越便宜 不會有兩兆的問題 也不會造成店家大幅的上漲 更別說漲五成了 最近也有一些報導在誤導大戰 以為歐盟要把核能納入在綠能 其實歐盟理事會已經澄清了 他們只是尊重各國對於能源配比的決定 像是德國也重新宣示非核家園的立場 馬前總統曾經宣示 要在2015年完成國內第一座離岸風場 結果他太跳票了 以至於台灣的電力結構 繼續被鎖死在燃煤跟核電裡面 也繼續製造核飛料的難題 我做總統以後 全力推動綠能的發展 不管是太陽光電或者是離岸風電 這三年多來都已經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陸續展現出成績 太陽光電的裝置量 已經是馬政府時期的將近三倍 第一座離岸風電的示範風場 也已經完工開始上傳了 國際上最熱門的綠能產業 以及外資都來台灣投資 甚至把台灣當作亞洲綠能發展的樞紐 更重要的是國內的綠能產業 也開始站穩腳步 要在將來有更大的綠能需求當中 去擴展我們在國際上的市場 我要提醒我的對手 特別是韓市長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廠牌公司 開始要求他們的供應鏈 要用更多的綠電 為什麼Google要在台南投資260億 設置第二個資料中心 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台灣供電穩定 而在綠電供應的條件上 我們勝出其他競爭的國家 這些國際品牌的綠電並不搞不好核電 換句話說 如果綠電供應不夠 他們就不會選擇台灣 台灣就沒有國際競爭力 我原先以為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 國民黨會有所反省 沒想到韓市長和他的團隊 繼續用落伍的觀念在批評綠能 我看過韓市長的2035計劃 他甚至要到20... 國政顧問團 分別是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 以及經濟部部長跟環保署長 那麼我們會持續的來進行空汙的管控 讓空汙不再是台灣的負擔 現在請第二輪第二位候選人 韓國瑜先生發表政見 時間10分鐘請發言 謝謝財總統宋主席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剛才聽到蔡英文總統的第二輪 第二輪敘述的時候我覺得有三點遺憾 第一 特徵組到底成立不成立 要不要嚴厲懲罰貪官污吏 到現在還沒有表態 因為太重要 我必須再提醒一次 蔡英文總統要不要重啟特徵組 應該很清楚告訴台灣人民 第二 數十萬民眾到高雄 罷免市長韓國瑜 台灣民主自由可貴在這裡 重點 也要提醒台灣同胞跟高雄市民朋友 這個是罷函大遊行 為什麼這麼多外國人在裡面 甚至還有香港人到高雄來罷函 為什麼有這麼多外縣市的到高雄來罷免高雄市長 民進黨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為什麼不是高雄市的市民才能罷免高雄市長 如果一開始 你們就確定是反韓大遊行 我沒有話說 但是我當市長不到兩個月 你們就開始搞罷免 到最後 這個戲已經唱下去 沒有辦法鬆手 只好罷韓罷韓罷韓到底 因為實在高雄市民人數不夠 只好把外國人跟香港人跟外縣市人 通通調到高雄來罷免高雄市長 現在你在用幾十萬人上街頭來修理我 你開始都不對了 這是嚴重的錯誤 這不是民主的常態 也不是民主的規範 你應該糾正這些罷韓團體 不可以這樣子做 這才是一個總統的高度 反過來幸災樂禍 第三亂 民進黨執政了四年 你現在把這個亂字是因為韓國瑜出來 你是用武當派的武功 一把就把他打回來是不是 是你在執政 國家資源都在民進黨手上 人民已經表達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茫然 居然是韓國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三大遺憾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必須 要再一次的清楚的表達 對於經濟問題 未來我們經濟看法 我的論點 第一 我會成立中華民國主權基金 目前世界有三十個國家政府 成立的基金 主權基金 我們希望 能夠在十兆左右的規模 創建一個中華民國主權基金 像新加坡大馬西 像阿布達比 這些除了做全球產業佈局 同時拉動我們台灣內部的產業 所以中華民國主權基金 我會要求成立 第二 我們所有駐外的大使館 跟外貿協會的所有的駐外的 通通要調動起來 將近有兩百個單位合起來 要執行一個命令任務 或出去人進來 所有的大使館要跳脫 傳統政治學派 評估一個國家的政府 一個國家的政黨 一個國家的政策 民意調查等等 除了傳統古典政治學派的工作要做 2020年開始 所有中華民國駐外的大使館 你要負責把當地國家的觀光客 盡量帶來台灣 第二 你要負責把台灣 美好的農產品 水產品 工藝產品 以及科技產品等等 有計畫的推銷 推銷給當地國 你要執行或出去人進來 這個樣子 未來我們國家 一夜之間會多出兩百多個拳頭 在世界各地 因為這些外交官 現在沒有這個壓力 所以未來的外交 我們要從傳統的外交 轉為經貿外交 第三 不適合的法令 必須大幅的修改 台灣一定要走開放 第四 自由經濟貿易區 我如果當上總統會先選兩個去來辦 第一 台中 第二 高雄 我們用前殿後場的概念 大幅地放鬆綁所有的法令 讓人才 讓金融 讓醫療以及教育 這些領域可以大幅地開放 各位台灣同胞 我們這個法令不開放 現在台灣最好的參與學 參與學校是高雄參與學校 跟法國藍帶合作 合作完畢以後 很多外國學生到了高雄讀參與學校 對不起 沒有文憑 你不能拿文憑 第二 你每一個月要出國一次 因為法令沒修改 使得這些外國生來台灣讀書的時候 倍感困擾 讀一年書要出國12次 這個怎麼得了 還沒有文憑 像這些法令 都是妨礙我們經濟發展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障礙 我們必須趕快克服 第五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 約估占95% 現在在中美貿易大戰 以及整個東南亞關稅 已經要成形的狀態之下 兩岸之間 ECFA要盜起情況之下 中小企業非常害怕 所以政府一定要支持銀行 銀行一定要支持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一定要支持勞工 我們形成一個善良的循環 使得中小企業勞工 中小企業的老闆不用害怕 請你盡量照顧勞工 今年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約估4萬家公司工廠會倒閉 現在開始很多無薪假都開始放 我們對未來的勞工朋友的保障 我們希望你在放無薪假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你領到60%左右 基本薪資 讓勞工朋友可以養家活口 但是我們希望中小企業 能夠大力支持勞工 銀行也要發揮自己銀行的角色 來支持中小企業 政府來做銀行的後盾 再來我們一定要讓台灣的服務業 以及ECFA明年到期之後 我們要考量大陸市場佔台灣的40% 這個市場我們絕對不能拋棄 在10年前 國民黨跟大陸簽訂這個ECFA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的民進黨怎麼說 這是一個毒藥 台灣的勞工的薪水會被大陸勞工拉低 台灣的小孩子將來到黑龍江去打工 上任之後 民進黨要把他廢除 10年到了 證明全部是謊言 中國大陸佔台灣外銷40%的市場 哪一個國家敢放棄40%的市場 所以明年這個ECFA一定要簽訂 這是不得了的500多項的找收清單的產品 外銷中國大陸 如果ECFA沒有辦法簽訂 對台灣的企業是致命的打擊 但是我們很清楚 身為一個總統 絕對不會把大陸市場當成唯一的市場 是眾多之一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市場 這裡也要跟台灣同胞來報告 我們一定要珍惜以及發揮這個 利用這個市場的優勢 來厚止我們國家經濟實力 再者我的副手 非常感謝張山正副總統候選人 他再三提醒要把科技引進政府的服務 當一個社會快速進步 科技產業快速進步 結果政府沒有導入科技的這些成分在裡面 政府會開始落後 所以未來我們將會設立行政院創新委員會 這裡我們要設置每一個部會 要設立一個數位創新長 這個是把科技的含量跟現代政府的服務 把它結合在一起 至於推動工業製造的4.0 大家都已經朗朗上口 至於促進半導體的再升級 也是朗朗上口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我們要思考政府到底是什麼角色 我時常走在街上 看到那個腰痠背痛在調骨頭的時候 我就感慨很多 我們這個背上這個骨頭 如果是歪的 就會開始內臟不舒服 肌肉不舒服 其實政府的角色跟這個調骨師 完全沒有差別 當我們發現水不通 政府按一按水通 銀行貸款不順 我們拜託金融界 道路不通 道路按一下 能源出了問題 我們把能源按一下 當一個政府創造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就像一個調骨師的時候 把每一個環節都調好 親愛的台灣同胞 以台灣人的聰明 以台灣人的努力 這些所有企業自然會飛翔 自然會成長跟茁壯 我們怕的是什麼 是當企業界快速進步 而政府的官僚體系 因為本位主義思考 在那裡當成絆腳石 妨礙了國家社會的進步 看到第二輪的政見發表 我們看到蔡總統其實是在回擊 包括回擊韓國瑜 他說這四個代表字 其實要怪國民黨 要怪韓國瑜 要怪外國的整個經濟的狀況 不過我們看韓國瑜 持續還是在追問問有這個 他還問特徵主的事 特徵主不回應 對 然後另外還說 你把所有事情怪到我們身上來 他後續他也接著在講說 如果我做總統 我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 他就開始把這個總統的高度 他說他端出來這些菜 今天整個如果你有畫面 你會畫卡通的話 你應該就直接畫一個 蔡英文在韓國瑜後面一直追 你有沒有發現 應該就是這個畫面 就是他現在的蔡英文 在追上一次的 上一集的 蔡英文你以為現在在拍續集嗎 對 一開始他就在回憶 什麼浴缸大海說對不對 全部都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集的蔡英文的開頭 在追上一集的自己 沒錯 我沒講完 我再去把上一集再講回來 然後韓國瑜自己提了個新的東西 包括連用他 他整個第二段 全部用他的同志打他自己 有沒有 把賴清德 蘇貞昌 陳菊 陳水扁跟呂秀蓮 全部抓出來 他們都煩你 你怎麼說 結果他真的全部都跳入圈套 開始解釋 我的經濟政策是什麼 我的風電政策是什麼 其實他們講的都是錯的 我講 馬上他又在追他自己 你看那個畫面就是 韓國瑜在這邊跑 然後蔡英文後面追追 韓國瑜繞一圈過來這邊 他再過去 他正常回來追他 整個場景完全都是這樣 所以這次你看 今天韓國瑜第二段 應該他自己已經設定好 要講的是那些經濟的東西 對 他端出很多的政見 我也看到我們的人數 可能變少 這個也就是大家 比較可以的地方 講到經濟政策的時候 大家不太愛聽 但其實他也沒有太大的亮點 那倒是真的 他已經講了兩三次 他這次只是再強調 我要做這些東西 但是他用兩個東西把它比喻 一個是拳頭說 一個是整副師說 拳頭說就是把外交體系 以前的 兩百個單位 兩百個單位 全部要投入經濟 人進來豁出的去 然後台灣發大財 這是第一個 但是他只是把它加入一個拳頭說 突然之間 台灣多了兩百個拳頭 大家就有畫面了 對 具象化 第二個就是整副說 把那個台灣的喬好了之後 經濟就可以弄好 身體健康了 你什麼事情都能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把經濟的政策講得更清楚 我大概想法應該是這樣 我先講一下 其實現在兩輪過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 尤其到了第二輪 蔡英文幾乎全程在看稿 好像她不看稿 她就不會講 你有沒有發現 全程這樣一直這樣看 一直在念稿子 可能因為現場沒有辦法 給她一個讀稿機 所以她就全程在看稿 可是相對你看 這兩輪 即便是講到經濟面的東西 有一些數字 有一些政策 韓國瑜從頭沒有看稿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政見發表 或者辯論真的高下立判 我要講一下 我覺得可能引力也在哭哭 We Care也在哭哭 因為蔡英文講說 21號40萬大遊行 一下不到一個禮拜 人數立刻減少10萬 被領主了10萬 所以連蔡英文都認為 你們碰轟碰得太厲害了 灌水灌得太多了 然後這40萬裡面有外國人 對 然後她就說 因為韓文講的 如果你今天是反韓 你愛什麼人來反韓對不對 可是你是罷韓 就是罷免這個市長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 包含有香港人 還有外縣市的人 所以她直接問你 請問一下 民進黨在整個 罷韓大遊行裡面 你到底是什麼角色 而且她質疑是不是 高雄要罷韓的人數 你覺得太少了 所以要有外面的人 來衝人數 讓人進來罷韓對不對 好 來 宋楚瑜 來發表談話來聽一下 重要的是什麼責任 那就是要了解風向 了解形勢 國際的形勢 不管你喜不喜歡 2020年 台灣必須面對的處境 就是中國 美國 日本 這世界的三大經濟體 在那邊重新做一些合縱連橫 前幾天我正大一位學弟問我 如果台灣的科技發達很好 如果能夠把這個船 把台灣這個島 東移一兩千公里 跟美中日 是三強都保持一段距離 會不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也許用軍事的角度來說 台灣確實安全很多 但是同時在經濟上 台灣也會少了很多的機會 確實對我們來說 美中日 就除同三國演繹的那個下棋 的賽局 台灣目前除了我們政府之外 民間企業 就像我剛剛說 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 都面臨了選邊站的問題 已經超過韓國三星 名列亞洲第一大企業的台積電 來說 目前是全球通吃的晶片廠 但是中美持續對抗的局勢之下 台積電會不會被逼的 要去選邊站呢 如果連台積電都被逼的 要去選邊站 那台灣其他的企業又怎麼樣呢 我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台灣過去老是覺得 美國跟日本一定會站在同一陣線 別忘了2020年日本要舉辦東京奧運 當前的國際形勢是 美國不但要想從日本撤軍 還要想跟日本收高額的軍費 再加上日本跟韓國的關係 越來越緊張 那麼在這個時候 2000明年2020年 美國還有總統的大選 美國和日本會不會因此來選邊站呢 這兩天 中日雙方的領導人 在北京和四川的成都的會談 不就是一個信號嗎 中華民國會不會因為 藍綠政黨的各自偏好 而站錯邊倒了大煤 還是被邊緣化了 所以中長期看來 當前的國際經濟的巡視 對台灣是挑戰也是奇蹟 台灣在面對即將來到的科技戰中 是左右逢源的受益者 還是左支右處的被支配者 剛剛完成的第一輪 美中貿易談判 協議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中美之間不只 只有存在對抗 而他們還是有利益共生的機會 尤其是明年美國的大選 川普也需要爭取到大陸農產品市場 來提升他的選情 在這個當中 我們台灣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台灣跟美中日三個經濟體之間 有三個特點 台灣跟美國和中國大陸 都有長期綿密的經貿往來 台灣跟中日韓都可以形成 共同以東亞為核心的世界供應鏈 台灣的高科技 有深厚的實力 具有完整綿密的產業聚落 宋楚也有信心 也有經驗 我能夠好 不暴衝 trustworthy and stable 我會堅持中有彈性 彈性中有原則 在美中日三強的博弈當中 佔委我們中華民國的位置 接下來我要談談 我這幾天特別強調台灣所面臨的六大危機 第一就是劇烈的氣候變化的危機 政府除了要對民眾好好的做一些正確的環保之外 不管是救災防災 對漁民農民的影響 以及特別是我們國土規劃的上位關係 用防災型的都根等等的方式 好好的處理我們劇烈氣候變化的危機 人口改變的第二個大危機 那就是少子化老年化的雙重壓力 導正我們扶老比例的這些平衡 而政府必須盡速的提出對岸 而這些分配資源不是消極的社會福利 而是更應該有積極的人力 資源的充分發揮 第三個是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的危機 跟產業結構的危機 台灣在面對世界多邊化的雙邊化的經貿環境 不應該只有選邊站的想法 我們必須如何怎麼樣去佈局 跟世界去接軌 但是根本知道在自強 五缺的問題要實實在在去做 不要把規劃變成鬼話連篇 不要使我們這些許許多的傳統產業 不受到保護讓實業成為我們社會問題 第四是貧窮差距擴大了危機 不但是今年世界洛貝爾經濟得獎的 這些主要他們的論題 也是未來我們在經濟發展當中 必須要注意的均富和財富分配要均衡 特別是對於弱勢族群新著名的生存 尤其是讓他們的下一代 能夠得到好的照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人文價值 人上的危機 宋楚瑜當然也是非常認真的在準備 不過他基本上他這次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針對 蔡英文的執政好像比較多一些 對 宋主席當然要這個 把親民黨的氣勢撐起來 這個上個禮拜是第一場的政見發言 今天是第二場 那禮拜五還有第三場 然後禮拜天還有辯論 那憨國瑜第一場的經濟就是 我再跟你談大海 你再跟我談浴缸 觀眾朋友們 我們現在看了這幾輪之後 到底在談大海還是談浴缸 觀眾朋友自己去想一想 韓國瑜的開場我覺得非常 大家聖誕快樂 我是韓導 這個是一個酷手 我是韓導 因為他去這個 博恩夜夜秀 對 他在講我是韓導這樣子 因為網路很多人都算他是韓導 他就自我解嘲 其實今天是行線紀念日 所以這是韓市長在第一場 都喊中華民國萬歲 這個我覺得非常好 蔡總統有行線 因為現在蔡英文他是現任總統 所以我也比較想說 一直追問特徵組 還是追問中華民國萬歲 哪一個是大海 哪一個是浴缸 這四個代表真的 其實韓市長在第一場 這件發言就用過了 他今天又用了 蔡總統在回應的時候 也針對這四個去做解釋 韓國瑜說如果真的這樣 因為甜 爽 笑 樂 真的是這樣嗎 就問觀眾朋友的這個看法 好 來 輝瑋 蔡英文總統來了 您的事情事實上都已經在做 也已經在處理了 有些數字確實跟現實差太遠了 他這些說法 其實在以前也說過 社會也給他很多的指教 可是好像都沒有反映在 他今天的政見 所發表的政見裡面 那麼其實我要謝謝 宋楚瑜主席在過去兩次 擔任我的總統特使 那麼參加APAC的會議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典範 也就是說 我們兩次 三次 共中競竹總統的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還可以合作 一起來對外 來展現台灣的利益 那麼我相信這樣的精神 我們會持續下去了 至於在今天的政見 發表會的第三輪 我想談一下司法的 議題跟司法的改革 那麼韓國瑜市長跟國民黨 最近攻擊民進黨 干預司法也舉了很多的例子 那麼我看的這些指控 有些是捕風捉影 根本是沒有根據的指控 那麼有些是國民黨 刻意把個案政治化 那麼關於最近的監察委員 調查司法案件的這個議題 其實長期以來 監察院跟司法院 一直都有存在這樣的爭議 不論是誰執政 或者監察委員是誰提名 都有這樣問題的存在 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 監察委員獨立行使 他們的調查權跟監察權 都是憲法保障 跟規範的事項 那我認為兩院之間 應該去聽取社會的意見 謹慎的去處理這個爭議 彼此協調 如果能夠劃出一條線 讓法官跟監察委員 都能夠獨立的行使各自憲法的職權 這才是我們在民主社會裡面 一個憲政體制應該要走的路 這件事情 我們不需要把它政治化 但是在今天 我要講一個真實的案例 就是黃世民案 一個領導特徵組的檢察總長 由特徵組的另外一位檢察官 開車帶著監聽的議員 進入了總統官邸 向馬總統報告偵查中的案件 然後總統再將這些內容 洩漏給行政院長 並且藉由司法個案的內容 發動了對國會議長的鬥爭 這個案子的劇情 讓很多人印象深刻 真的讓人觸目驚心 社會也知道 社會因為這個案子也才知道 原來特徵組不但監聽國會 甚至還監聽自己的檢察官同仁 這個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把王金平院長拉下來 什麼叫東廠 這個就是東廠 這個案子到了最後 就是馬總統提名的檢察總長 黃市民在任期結束之前 辭職下台 後來被法院判刑 一年三個月 這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所以真正會干預司法的 是國民黨 黃市民案就是鐵證 而且是法院認證的 檢察總長領導特徵組 而特徵組被國民黨當作 政爭的工具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特徵組被廢掉了 而韓市長居然還說 他上任以後要成立 重新成立特徵組 還說這次檢調的建議 真是讓人無法相信 每一個檢察官 本來就有偵查犯罪的職責 難道除了特徵組的少數人之外 其他的檢察官沒有在做事嗎 都不查弊案了嗎 當然都不是 這樣的說法是侮辱了全國認真的 檢察官 韓市長不斷指控蔡譯政府貪污 但說了半天 一個實際的案例都沒有 全是憑空猜測 甚至把慶福案都算進來了 我要提醒 慶福案是馬政府時代的事情 蔡政府是在善後 不是嗎 真的要講貪污 大家更記得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義士 前南投縣縣長李朝青 前新北市副市長許智堅 還有前營建署署長葉斯文 韓市長 你還有一個正常大哥 當初把你引進北農做總經理 後來因為紅化爐的必然 收賄三千萬 被判刑八年 現在正在服刑 我記得上次政見會 韓市長說 將來如果貪污 就要把你關起來 不要假釋 一天只吃一頓飯 韓市長 你這番話要不要講給 你的政壇的大哥聽聽 我認為做一個總統 要讓司法公正 就要從自己做起 我任內 也提名了現任的檢查中長 但是我只有在提名之前 請他來見面 確認他是合適的人選 我提名他之後 到國會通過之後 我從來沒有找他來見面 也沒有 他也沒有來找過我 我們沒有私下見面 更不要說總統介入個案了 一個總統 談司法改革 也不是用韓市長這種 斬雞頭發誓的方式 這只是證明 你把司法的議題當作選舉的工具而已 總統更應該從制度面 來改善司法的功能與公信力 這三年來 我在司法改革的工作上 投入很大的心理 我知道人民對司法改革的期待很高 也因為期待高 所以標準也很高 一定有不滿的聲音 但司法制度的問題 是長年累積下來的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 所以施改 不是把它打掉重練 而是全面的調理他的體制 這一項是一個龐大的工程 需要總統來領導展現決心 才能促成各界的參與 跟政府部門的合作 那麼於是我們召開了 這個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依照這個會議的共識 我們積極推動立法跟制度的改革 光是在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就多達51項 我們每半年也向社會提出一次的進度報告 司法改革沒有特效要 我們就是要扎扎實質的去做基本功 一步一腳明去改善 蔡總統 謝謝聰主席 聽完蔡英文總統對我的指責 我覺得我想好像小時候小學生犯錯了一樣 老師要我寫100遍 我以後再也不跟同學吵架 好像蔡英文總統要求之下 我必須要寫100遍 我不能再誣賴民進黨 我不能再誣賴民進黨 要寫100次 蔡英文總統 在大韓大遊行 用了一塊台灣民主史上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麼大的一塊遮羞布 200多公尺 掩蓋了人數灌水 掩蓋了一大堆不是高雄人來罷免高雄市長 剛才你用了一小塊遮羞布 舉了國民黨幾個貪污的案子 代表你民進黨清白 何苦如此 因為你沒有辦法面對問題 我們講的是普世價值 特征組是做什麼 針對立法委員 部長 院長 副院長 總統 副總統 貪污 重大貪污 查辦 我們講的是普世價值 你為什麼把它扭曲成政黨之爭 舉了幾個國民黨例子 就把它糊弄過去 為什麼你每次在構思一個思維的時候 論述一個重心的時候 時常自己閃避到一個政黨之間 這樣子一個情境裡面 你沒有辦法面對全面性 如果以民進黨角度 你這樣做是對的 以全台灣人民角度 你這樣做是大錯特錯 你還是溺於政黨之間的攻防 有問題往上推 推給全朝馬英九 有問題往下推 國民黨縣市長不配合 有問題往左推 中國大陸抵制 有問題往右推 就是因為國民黨怎麼樣怎麼樣 上推 下推 左推 右推 你從來沒有面對問題 你自己的領導是不是出了問題 這是多麼的可怕 很多人打敗仗 自殺 有的人打敗仗 喝酒 有人打敗仗 懷憂喪志 有人打敗仗 每天早上 含一顆豬膽 代表永遠記取這個教訓 這個人叫勾劍 韓國一貪污 拜託全國典獄長 一天給我一頓飯 是我自己的要求 也拜託各位典獄長 我貪污被抓去關 給我一顆豬膽 我每天早上要嘗一下那個豬膽 我怎麼能夠貪污 我們要求是一個普世價值 你又把它進到一個小巷子裡 這種格局 這種心胸 看不到問題的全貌 我這邊舉一個民進黨在高雄執政 我就講一個數字給你聽 這麼一二十年民進黨執政 貪污案八十五案 涉案人數一百四十七人 偽造文書 詐欺侵占 30個案子 58個人涉案 這就是你民黨執政 為什麼高雄今天過得這麼辛苦 這麼可憐 全國負債最高 平整的路 下一場雨會有五千個洞 你說給誰會相信 說過鬼 鬼也不相信 太多問題了 身為總統 要面對這些問題 我再三講 筷子手出身 你要看人的脖子 要看 修皮鞋出身 看人的脚 當總統 一定要看人民過得好還是不好 一定要了解人民苦還是不苦 莫忘世上苦人多 結果你用政黨之間來閃躲這些問題 我非常遺憾 未來 我最擔心的是教育 以及下一代的青年人 全國各位台灣同胞 在教育這一塊 我敘述 我有幾個 我們要做的事情 第一 我堅持大學自主 這個毋庸置疑 第二 我們絕對不干涉 大學校長的任命 第三 會堅持把教育自主權還給學校 第四 讓每一個大學充分的享有 人事 經費跟學術自由 第五 會鬆綁各私立大學 這些規定 讓各私校自行發展自己特色 這些 我們寧願把錢花在教育 也不要把錢花在監獄 所以在教育這一塊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重視 再來 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優 人要活到一百歲很難 但是我們心中的憂慮 可以長達百年前年 我現在對台灣下一代 我充滿了憂慮 我為什麼認為世界開始忘記台灣 台灣開始忘記世界 台灣的土地只佔全世界萬分之三 兩千三百萬人口佔全世界千分之三 台灣的工業產品佔全世界百分之三 沒有人才 我們就沒有一切 所以我非常著急 就是趕快把下一代的孩子 培養出來 比我們更強大 比我們更有競爭力 所以各位台灣同胞 各位青年朋友 在蔣經國總統的時候 開展十大建設 國家並不是很有錢 受了很多的嘲諷跟績笑 蓋高速公路 大家罵他 有錢人開的 最後證明 一條高速公路根本就不夠 要蓋兩條 十大建設見完 如果韓國瑜當總統 我會啟動 有史以來台灣最大的人才建設行動 我們可以先叫他滿天心計劃 或者大光明計劃 這個計劃是什麼計劃 我要有計劃的推動台灣所有的年輕人 跟國際接軌 我們四面環海 土地這麼小 沒有任何資源 我們再也沒有人才 就完蛋了 所以未來韓國瑜當總統 所有台灣大學生 碩士班博士班的學生 你只要申請到國外大學 不要怕 沒有錢 不要怕 政府幫你把錢找出來 你要出國進修一年 你自己申請學校 申請到了 政府就撥錢給你 我預估大概在100萬台幣左右 我預估這個計劃 一年大概花400億左右 我也預估會有很多企業 善心人士來支持我們這個計劃 因為他看到整個台灣在欣欣向榮 在培養人才 他會捐款 所以估計400億 這些孩子回來之後一年 他們會學到幾樣基本的本領 第一 語言能力大幅增加 第二 解決困難問題大幅增加 第三 交朋友 跟世界各國交朋友能力大幅增加 第四個最重要的 兩個是勇敢 當他出國一年做交換生回來 他面臨到一切困難自己解決 他越來越勇敢 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一定要做交換生一年 第三 全國的軍工教警消 不要警校軍校一畢業 就呆在台灣 台澎金馬 賺來賺去 不知道這個世界什麼樣 45歲以下的軍工教警消 你去申請學校 我們每一年 送1%出去3500位 如果這個計劃空前成功 我們會放大 送2%出去 我們不能讓一個公務員 一畢業 考上高普考 就一輩子沒有離開台灣 也不能讓警察跟職業軍官士官 完全不知道這個世界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預計花10年左右的時間 厚制台灣的競爭力 讓所有的軍工 較緊銷 讓所有台灣大學生 都能夠快速跟國際接軌 親愛的台灣同胞 我們再不做 將來一定會後悔 如果韓國瑜當總統 明年開始 全台灣所有小學一年級6歲的孩子 必須接受中英文雙語教育 一定要做 政府要用一切的力量 找最好的老師 外國老師 編教材 請外國老師來台灣 我們教導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中英文雙語 母語在家裡學 學校可以辦演講 辦辯論 辦各種活動 歡迎你來講米南語 客家話 越南話 都歡迎發獎金 但是學校正規課程 必須實施中英文雙語教育 親愛的台灣同胞 我心裡面的憂慮 空前空前的巨大 我知道 我們台灣競爭力 一直一直的在下滑 如果未來的青年人有出席 台灣就會有出席 未來青年人有競爭力 台灣就會有競爭力 四十多年前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顯示 在新加坡推動中英文雙語教育 備受壓力 海南島的說海南話 好 第三輪電視政見 已經都聽到了 包括韓國瑜跟蔡英文 那麼但是在韓國瑜的部分 我們聽到了 他特別強調了 他未來要怎麼樣來發展教育 談到了許多的計畫 不過剛剛大家有聽到 他說第一個大學自主 這就是在什麼打臉卡管事件 卡管就是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所發生的 那麼但是回過頭來 剛剛我們在講蔡英文 蔡英文在剛才也提到說 我有在做私改 但是本來以為他要回應 針對特徵組的事情 韓國瑜不是都講兩遍了嗎 沒有回應 他甚至還說 本來就應該要廢 不是之前發生黃世民的事情嗎 所以意思就是說 出了一個黃世民的問題 就應該把整個特徵組廢掉嗎 有志 他剛好用最新時事的新聞遮羞布 然後成功的把蔡英文 拿那些剛剛一整掛 我們都要去Google 再去拿回來 才知道那些司法判例 然後他就說 你蔡英文 為什麼又把一個小塊的遮羞布 把你整年 這三年來 所有不對的司法改革 全部把它遮掉了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對比剛剛洪威姐也有講 其實蔡英文第一段 不過大家如果再回來看的話 倒數最後36秒到19秒 他幾乎放棄了 人生不要動不動放棄 我那時候看他發現 幾乎他整個臉是埋在 稿子堆裡面 完全沒有抬頭起來過 對比韓國瑜 他整個用遮羞布的新聞實施 立刻來反擊 我就覺得這招號非常高 而且他今天的論述 組織非常好 第一段就講司法對不對 他把那些什麼 那些陳水扁 全部拉進來 第二段講財經 講整個經濟發展 講經濟 科技 第三段就講教育 而且他給了一個新名詞 叫滿天星計畫 大光明計畫 而且他把整個線性拉出來了 零到六歲國家養 之前講過了 這是講六歲以後 開始國家要做雙語教育 然後高中以後要交換學生 大學以後要出去留學 他整個好像整個線性 都補起來了 所以他把這一段 他們對教育政策 用一個繁星滿天星計畫 放在裡頭 這一次的政見發表會 就清楚了 是 所以表現的 你覺得 在教育部分 我覺得我也清楚了 是 那韓國瑜 蔡英文表現 這個不用比 我真的是 你希望我再講蔡英文 韓國瑜 贏過蔡英文 贏過蔡英文 來 我們聽一下 宋楚瑜現在的電視政見 相信 蔡總統剛剛提到了很多 要改革的計畫 坦白講 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名詞 叫做爛兄爛弟 國民黨和民進黨 你們就是爛兄爛弟 你們這些貪腐和司法不公正的爛兄爛弟 爛爛了我們台灣很多無辜的兄弟 我們對這些司法公正的事情 確實要下定決心 好好的還給人民 相信政府 因為那是我們真正民主最後一道最重要的防線 宋楚瑜會好好重視 台灣所面臨的剛剛講的六個大的危機 正形成極端的氣候變化的變遷也好 極端的人口結構變遷改變也好 極端的產業變化也好 極端的國際組織重組也好 極端的貧富差距也好 極端的世代對立也好 各位一定會發現 這六大危機都擁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極端 極端曾經提到要搏亂反政 中華民國到底亂在哪裡 亂的重點就是大家相互拉扯 坦白講 民進黨執政指責指責國民黨 國民黨執政指責民進黨 但是讓人民真正最有感觸的 卻是世代對立和貧富的懸殊 這個跟台灣藍綠的對決 對立非常神勢 極端總是換呼另外一個極端 當民進黨變成極端的時候 國民黨往往也跟到後面 變得也極端也極竟 藍綠兩黨拼命往極端前進的時候 中間也就所謂中道的力量 就被凸顯出來 這就是讓大家期待 有另外一個好的選擇 有些人認為宋楚瑜是一個很無趣的人 我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 甚至於連咖啡都不喝 我只愛讀書看連續劇寫書法 喜歡旅遊交朋友 我不做省長已經21年了 但我一直在思考 中華民國大大小小的問題的解決方法 我同時無時無刻不想處理好 兩岸關係讓兩岸擁保和平 讓台灣人安心 政策跟執行的方法 始終是我的興趣 這次總統大選 勞工團體給了我們三位候選人 每個人一個稱號 蔡總統的稱號是 只賣芒果乾 韓市長是只開拔拉票 而我是活在舊時代 為了這個 我這次特別花十秒鐘的時間 來提一提那個宋省長 那個省長 當年最重要的三大有 宋楚瑜參選省長的證件兌現率 89.7% 施政的滿意度90% 對省民承諾的事情達成率83% 那就是說到要做到 剛剛所提到的他們兩位的許多的證件 大家都想 到底他們說到能不能做到 我承認我的確是來自於舊時代 但是我卻擁有舊時代的堅持跟認真 我期盼各位選民在2020年明年1月11號 能夠真正擺脫藍綠 能夠讓你們不再被情緒在那裡勒索 你真的不用擔心 國民黨跟民進黨任何哪一個黨 他們在選舉之後會消失 他們還是大黨 還是會爭鋒相對 你更不會擔心 也不用擔心 台灣不會因為蔡總統沒有連任會消失 中華民國也不會因為韓市長沒有選上 而被消滅 20年來我們已經三次的政黨輪替了 台灣既沒有消失 中華民國也沒有不見 或者您會擔心把票投給宋楚瑜會不會浪費 放心 絕對不會 因為您這張票可以代表的是您的心 可以完全自主 不受藍綠的左右 因為您才是台灣的主人 您不會被人取笑為芒果 你敢搬哪 投給宋楚瑜 你就是一個擁有自由民主DNA 被人家稱現的TOP好公民 我一直努力希望自己能夠具備一個當總統的思維 儀態跟高度 雖然我始終沒有如願 但是是禍不是福 老天爺對我很好 就是天道酬勤 他給我的一個擁有好身體 好腦筋 還有好記憶力 各位鄉親 台灣需要的不是發現問題的人 也不是解釋問題的人 也不是開支票的人 台灣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人 每次到了選舉 蔡政府完全不一樣 套一句 我們呂秀蓮副總統講了話 蔡政府到了選舉 就變成聖誕老人 每天開支票 反正開支票 大家已經習慣了 剛好今年 今天也是